系統內包含了一個功能非常完善的銷售系統 每件貨品除了可以設定兩種貨幣 還可以設定最多三個不同時段的價格 庫存管理版面裡面所有重要的庫存數據都一目瞭然 系統會按照即時的庫存數量 在有需要補貨的時候提醒你 在價格時段版面你可以設定三個不同的日到期日 前台的銷售系統會按照伺服器上面的日期時間 再根據你設定的時段自動切換貨品的價錢 在分類版面裡面你可以任意設定貨品的分類 然後在庫存版面將貨品歸類,方便管理 前台的銷售系統也都會按照你的分類去顯示貨品 一目瞭然 銷售系統會按照即時的庫存數量 限制參展商能夠訂購每件貨品的上限 每件物品也可以設定個別不同的選項給參展商選購 例如不同的款式 或者是位置上面的選擇 個別的選項是可以按照不同的大會去度身訂造的 按照主辦單位的需要,銷售系統是可以直接連接到PayDollar 或者Jacko兩套非常普及的網上付款系統 所有付款的數據會即時同步 而被訂購物品的數量也會即時扣減 參展商可以選擇以支票或者過戶形式付款 將支票或者入數字的付款上傳 無論是網上付款或者其他付款方式 主辦單位都可以透過後台原先的功能跟進整個流程 在銷售簡報表裏面,主辦單位可以看到每個項目被訂購的數量 亦都可以看到每個個別參展商及個別款式的訂購數量 在銷售管理版面裏面 主辦單位可以跟進所有以支票或者過戶形式的交易 你可以檢視每一張上傳的入數紙 訂購的物品,以及總金額 如果核對無誤 你只需要按一下Settle all outstanding balance 系統會自動檢查 並且提示你每件物品的庫存數量 按一下Save就可以完成交易 每件貨品的庫存亦會即時被自動更新 你亦都可以選擇讓系統即時傳送一封電郵 給參展商通知有關的交易已經完成了 如果物品的庫存數量不足 系統是會即時作出提醒的 按著不同大會的需要 系統的彈性的機制是容許主辦單位 在庫存不足的情況下繼續完成交易 庫存管理版面會提醒你庫存不足 並且提示你需要補貨的數量 直至你為該物品完成補貨為止 銷售管理系統亦都提供處理退款的功能 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主辦單位是可以勾銷訂單裏面 全部或者部分的物品 完成後有關物品的庫存數量也會即時更新 如果參展商在提交訂單之後沒有即時付款 而在稍後時間更改或者進行付款的時候 貨存數量已經不足的話 系統是會自動扣減訂購的數量 並且提醒參展商的 要來自動作的功能 如果再介紹一下 那是一步的文件 為主辦單位是在提交 旁馬 這就是會有關的 多數量 這就是在這步的文件 的東西 那就是有關的 這個文件 就有關的 一步的文件 列印給這